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问他一些交接的问题 我给你问 哈哈哈 导演组来位同事就就抢吧 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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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你上几个月拍的那一部电影 然后今年会上映吗 可以啊 所以下半年要跑宣传了 还要跑宣传呢 所以它是什么一个流程我也不知道 就像开演唱会一样 要每个城市都要去一下 不至于吧 就至于至于 我们去当你包场了 人家也只是一个配学而已 接下来就是要在群里各种 就是对我们各种话言巧语了 因为到时候 我们可是要配合给你包场啊 问你发微博呀 那等我一些 等我主演一部电影的时候再拜托你们吧 希望我们的友谊能坚持到那天 哈哈哈 你那部是什么戏啊 我那个就是个青春爱情练营了 你在里边演一个就是 不是演青春的那一趴是不是 哈哈哈 这话我就有点不爱听啊 哈哈哈 演老师是不是 哈哈哈 演像演主教导处的主任抓住 我演情都出花的小妹妹 真的 嗯 从17岁开始演起 演到30几岁 你能演出每个时 每个时光恋爱的不同感觉吗 22岁以前我不行 22岁以后我都可以 不你现在演一个 18岁的时候谈恋爱的 神态神情和那个状态 那时候就会撩头发 哈哈哈哈 好会撩 好会撩 我早熟 拉你来一个18岁 比如说导演说 张先生想给我来18岁的少女 行动出发 然后你第一次见到你喜欢的男生 你想让他注意到你 但你又特别害羞 你也太不害羞了 哇我18岁的时候喜欢的人 我画的我眼神 我都不敢看人家的 我就会默默的坐在远方 就是上课上上上课 方标一下 方标一下 方标一下这样 这就是纯准的暗面器 你们在布上有被人搭讪过吗 但这个人并不认识你的情况 对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在 三亚 就是一个男生就跟着我跟我侄女 一直跟着我们走 因为我俩是逛那个酒店的园林嘛 以为他也是逛 后来逛到了快到海边的时候 他就过来要微信 他就说美女我跟你一会儿了 他就直接说 他说我也是住酒店的 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然后我就说我不方便 我说我结婚了 我发现她没认识我 我就想演戏了 然后她说你又又不知道 你张天爱 你还结婚了 我是狗仔 第二天的热搜是张天爱结婚 那个我说我老公都在这个酒店 真的不太方便 然后她竟然说她说没事儿没关系 她说结婚也可以加呀 然后我就看着我侄女 眼神就是叫妈妈呀 我觉得我当时已经不在她叫我微信 已经在她既然不认识我 那我就可以玩演戏 然后我侄女就狠 侄女说 对我们跟家人出来不方便啊 对不起啊不方便啊 然后就硬把那个人弄走了 那走之后我就看着我侄女 我说我的眼神传递的不到位吗 然后侄女是怎么了 我说叫妈妈呀 然后侄女才反应过来说 姑姑你这有事儿吗 姑姑你眼上了 姑姑你有事儿吗 我是那天看她演唱会在成都的白天 嗯 然后去的那个太古里 被搭设 嗯 特别高两个男孩 嗯 就是我没被人搭设过 然后突然搭设我就愣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答 然后我就说哦不太方便 然后结果他们就走了 我当时发挥好了 我就结束了这个美丽的故事 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又到下面 在第二层的那个逛街的地方 又迎面碰过来 我当时想哎呀可惜了 啊啊啊你的车是说哦 掐一下吧 哈哈哈哈 那都没面子啊 你就这样你说 哎 哎二维码我们这里有有这个活动 我们来扫一扫扫一扫 手机拿出来 二维码抬好留下马路线 哎扫一下 所以莉莉你如果想找 你要找什么样的 男朋友们 嗯 我要找 木墙 我木墙 你木墙吗 我不木墙 最好比我 和我差不多就好 哦也是你已经很强了 啊来 好漂亮 一到夜晚全都亮起灯了哎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帐篷还是蛮浪漫的哦 快玩一下玩一下 我不敢再觉得他现在就是我的 哈哈哈哈 你快让我抱抱 啊 你真的拿着孩子你就 亲爱的 哈哈哈哈 就因为一个宠物 对 就打了起来 对 大打出手 嗯 好头发 因为一条狗 你 谁要你啊 我要狗 你走开 你快来让我抱抱 哈哈哈 谁要抱你啊 我要抱他 姚姚 爸爸 哈哈哈 姚姚 姚姚 你太可爱了 姚姚你也养一只吧 嗯 我就好想养 但现在又没有时间照顾他们了 可养了 你知道他舔你的时候可好玩了 嗯 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呀 女孩子吧 小便了 来 看一眼 男孩子呢 你怎么男孩子你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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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个小便呢 我们男孩子怎么不能扎小便了 你最喜欢扎小便了 别惹他 有人照着啊 哈哈哈 给他带个麦行吗 哈哈哈 他能跟我们去吃饭吗 可以 走吧 我们去吃饭吧 我们他们说那有大排档很好吃 我们走了 下次可以去我家 快了 七八月 我们天台 天台唱了一个 我们上次那个节目特别疯 最后一期 然后烟花 炸一脸 那样 边唱边哭 跟神经病一样的 我们几个 你真在一起摘了二十多天 分开的时候肯定就是那样的 我还其实蛮能跟你们感同身受这种感觉的 就是大家从完全不认识 甚至一开始大家会有一点抵触的那个状态 然后慢慢慢慢一步的从认识到理解 到最后依依不舍的那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哥哥姐姐吧 就是那个节目 他会分不停的分组 不停的打破你 但是我们越海的时候就 一个月我们就是一个team 没有动 因为你在姐姐里面他是想让你认识更多人 他希望你们最好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吗 那我们越海我们就这么些人 就我们就就加生日之类 我觉得越海挺难忘的 这个节目像像是你们那个节目的第二季吗 越海就特别好 给我们把大家都碰在一起 对 有公演吗 呃你要演吗 哈哈你这晚上就可以公演 如果没有公演的话会更轻松一点 没有我们有的 有公演 对导演说我们要出一个节目 然后我们就找就觉得你比较适合出一个节目 对 泉州春晚吧 实际上他要出一个唱歌节目 加一个表演节目再加一个杂技节目 然后我觉得这三样你都应该可以hold住 导演组来为同事救救场吧 陈妻也做不到 哈哈哈 你晚上住哪啊 我住酒店 啊 啊 哇是工作人员 我他为什么可以住酒店 我九点要下班呢 他不是应该住我们隔壁那个帐篷吗 万一我们半夜有什么问题呢 你们就按铃 然后我会从酒店过来 我还有这我还有这个百十来号工作 呃那个同事在这 这样我们我们按铃我们要求 他住这我们住酒店 哈哈哈 其实真的 第一次呃 就是在这么空旷的地方 然后 在露营的地方就入睡了 也不知道晚上说 那个海风会不会 把你们带走吗 应该不至于的 很干扰啊 然后 没有没有 姐姐们平时睡眠质量好吗 还行 还行反正 还行啊 你他有点轻 对 我不是轻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 他没有墙 他不踏实 要贴着墙睡啊 就是 一个布 就是帐篷的布 哦明白明白 没有感受过 他觉得就是 风一 他醒来的时候是露天 他会不会这个东西一直在 呼啰呼啰呼啰 应该不会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都要会帮帮你找 找导演组理论来 你这个帐篷质量也太差了 露下来了哈 应该不至于吧 哈哈哈 应该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睡一晚帐篷就飞了呢 汉语你是几几年的 我八九 哦 三十四了 哥 哈哈 不不不不 汉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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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讲你这样 我要自拔一杯了 你在哥哥里面是不是气氛足 啊 一是负责搞气氛 二其实还是 也是因为 自己有点紧张 所以 所以你会 以说话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紧张 会 会 因为如果突然安静下来 或者有点干的话 我会 你会觉得是自己的责任是吗 哦 我有的时候会 我会觉得不应该这样 你你不用 因为他我们都特别熟 就是我们会在车上开一个小时的路 只听歌都不说 啊 我觉得我们要不要设置一些问题的环节 就是当一个局上有一个新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他一些刁针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做一个破冰 哦可以 好不好 我们一人轮着问他问题 好好 我先问一下简单的问题吧 什么星座的 水瓶 然后跟你 这么简单 那你就慢慢加强难度吗 几月几号了 二月六号 哎呀什么垃圾 我做过的我我怕奔太多 有美女奔 哈哈哈哈 开玩笑 他他很乖的 你看聊着聊着菜就来了 对 你觉得 我们三个加莫莫加文文 谁最早货单 这他也不太了解 这是玄学 猜嘛 哦你们现在都是单身 他希望你给他看个面相 他其实就是想想让你帮他预测一下他什么让你们做 不是 预测一下是不是他 不是我们这个就是有很多的误会你知道吗 首先我们这个团的名字叫好想排 对你知道我们团叫这个名字吗 下午呢我们就又去了一个一个树 那个树呢我们是以拜学业去的 我要吃吃吃吃 姐姐们脱单 我觉得不取决于任何吧 取决于你们自己想不想吗 你们想的不 哈哈哈哈哈哈 太阳当空照 啊 花儿对我笑 小鸟说 早早早 你为什么 你这叫书包 先把早饭拿出来 哎呦你也想吃啊 主角吃没吃过面线糊呀 狗狗是不能吃人吃的 算是预备 只欠姐姐 东风都已经刮起来了 你的嗨 真的 س竟 chuckling 一点点 你们自己想做什么 还是你吃什么 然后你再这样吧 我就像百分之百一hehe 你现在的多这吧 然后今天呃 导演组织面要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精心准备的早餐 我以为导演组织没让你今天晚上 没有出场 当地特色面线湖 然后顺便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什么 呃 今天你们不是跟 诺文文文姐也约好了 要一起在那个西街吗 然后他可能因为昨天晚上 临时的这个飞机晚点 然后赶不上 远近航班 倒不是不来 我就想问六点钟我离开之前 我能不能见上他一面 他他会晚一点来 大概是两三点的左右吧 会到那个西街跟你们碰面 所以你们今天这个行程的这个时间 可能会需要调整一个 刚刚那个飞机 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 所以我现在 呃换了一班飞机直接飞下门 然后我大概一两点 能够到泉州跟你们汇合 没事没事队长风里雨里 泉州等你 哈哈哈哈 还真是风里啊 哈哈哈哈 乌龟翘吗 乌龟乌龟翘 哎你先我先 嗯 石头捡刀布 武鬼武鬼翘 武鬼鬼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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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来把这把这碗烟线糊干了 赌阿萨姆的 对 一丝半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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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老朋友了 一丝就一瓶吧 可以 好石头捡刀布 嗯 一次一瓶哦 一会我们路程蛮长的会竟然上厕所 乌龟乌龟 等一下 哎 乌龟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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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陪你一杯 不是 你知道有个演员叫王彦琳吗 我知道 不是我每次跟他乌龟翘 我从来没输过 你什么回事 你都是打开啊 说点你喝一瓣吧 帮姐姐喝一瓣 好不好 好这个路程很远 好了开玩笑一瓣一瓣 长一瓣就行 阿萨姆管够 我昨天用华为拍这个树 拍的老好看了 你晚上可以夜景拍一下 是吧 嗯 他那个夜景模式特别好 1520 来 他们是不来了吗 跳了5个 跳了5个 10个 10 10 没有 5个 我叫没有我叫对了 你刚才没有我打开了 哦 挥放一下 听好了 5个 10个 10个 10 10 没有 5个 5 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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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的姐 这么多年了 哎你知道赌场得意 情场没有赌场失忆情场得意 赌场得意情场失忆 我来给大家留言 吃饭了爱姐 文文姐不能准时到是第一个个好 然后我还带来了第二个 我就是我就是个恶号 第二个恶号就是热气球是玩不了了 哈哈哈 真的吗 啊为啥 风太大 哎对那我觉得这就好办了 我们就在世界吃吃逛逛走他呗 对啊又栽又栽了 我们可以玩会游戏啊姐 哦玩哪种人 几个几那种吗 12344个人 我们玩一起摇的吧 哎审阀说好是什么 我作为导演组啊 我觉得有一个提议就是如果谁输了 我们 在阳光底下然后 送一条口波 阿萨姆好不好 我们一个人说一个吧 你觉得阿萨姆这个点是吗 然后你觉得是什么点 对耳半瓶 好你觉得说干嘛 去前面跳那舞 爱姐呢 啊就是我那个吧 因为靠近海边 四肢不着水 只有右肩满头碰到碰到海水 你这个太难了 下句可能就好 四肢 四肢不可以碰到那个海水 来吧我先 来吧来吧 我四个一 你四个一啊 到到我吗 对 呃五个我想想啊 他喊了一一就不代表别的 是的 啊五个三 五个三五个五 六个三 六个三 看你没有 加大家加在一起 够了 就是你输给他了 所以你要玩他这个那个仇法 也幸福 去去海边吗 是吧 嗯 你们 玩游戏呢 节奏 孟节奏 我们在玩 大话 然后我们有惩罚 你可以直接加入进来 哈哈 哈哈 试一下 这一只螃蟹 这时候文文要是在的 哪儿呢 哪儿呢 你小心 哎真的有点难啊 哎算吗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算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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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 也没有 也不一定非要 体力啊 好开心啊 走吧姐姐们 别晒黑了 还是回去棚里待着吧 辛苦了 谢谢 不辛苦 愿赌服输 好厉害 天啊 我觉得我上来就把最难的一个 惩罚给做掉了 我们以前的房子哈 为什么会冬暖夏凉 他所有的话就是用泥土 碎瓦片合建而成的 老师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这里的窗户 都修建的这么小呢 就是用石头去修建 因为是这样子哈 我们闽南是比较靠海的 风格比较大的 然后还有一个像 在最早期的时候呢 它是没有监控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面的建设的建筑哈 有的是完全没有建筑好的 对 我看有很多都没有建好 就没有把内装修做好 它已经把外装修给做好了 在后面等一下会带他们去看 所以最古要五层处 还有叫五五 我们美兰话叫 五层处 五 一 一 一 八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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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处 那就是会有五个门 我等会带大家去 那好想谈恋爱 用美兰话怎么说 想要乱爱 想乱爱 修乱爱 随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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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就是形容女人很美 女人是水做的 随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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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你们今天这叫什么吗 随妈妈 随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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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帽 水帽 水帽是什么 漂亮的老婆 漂亮的老婆 答对了我 水帽 未婚漂亮的女生呢 就是水帽 水帽 然后看秋 我握着就看秋 就是我们明南的结婚完 拍拖也可以说 也可以 然后结完婚叫 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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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帽 看秋 对 你有语言兼顾 都记得下来 哎呀站一会儿 我昨天是很晚 昨天吗 为什么 昨天因为是五月天的那个演唱会 然后 就在朋友圈里看大家在现场的东西 然后 就搜了一些五月天的歌 就听着听着就 听到 心跳加速 所以你要心跳过一百二太容易了 直接给你听嘴就可以了 对 我怎么能看我 我怎么能看最高 你今天一百最高 还没有我高呢 跑两圈去吧 好胜心好强 八十七了 换一百二能够拔来掉 就是不到一百二会有惩罚吧好像 我心跳九十 我心跳九十 我怎么才一百十七 我已经一百三 一百三十五了 我在六十七 可以啊 哎这有点意思啊 这好玩 你现在就是让你 比如说对莉莉 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她心跳加速 这是让我对她做什么 对 来 我能干什么我不能干什么 得有个限制吧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开始了是吧 嗯开始了 莉莉 莉莉 九十三 马上 马上碰到九十三 九十一到九十三 绿姐应该是跟练姐说吧 你别用这招 对嗓子对我的耳朵都不太好 开始啊 五十一 八十八 七十九 哈哈哈 你这怎么能不能行 八十八掉的七十九 哎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我觉得下也下过了 我就是一般她要准备好了以后 她可能会紧张 我一不说话她会更紧张 我一不说话她会再紧张 可以可以成功成功成功 练姐赶紧了 我现在要准备好了 现在是六十六 六十六啊 这个空间很大呀 我觉得我太容易了 我只要扯她一根睫毛 哈哈哈 心里飙到一半 哈哈哈 没有你 你准备一个卸妆水 哈哈哈 对 我撕她这个双眼皮铁 哈哈哈 啊成功了是 没有呢 那我真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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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77 哈哈哈 哈哈 刚刚是六十 到了刚刚六十六 雙 几分一个双眼皮铁 就可以扯了 哎 men positive 哈哈 大妹仔 她抄熟猫家了 她吃贼香 好可爱呀 哈哈哈哈 嗨啊 太可爱了 她比较文静 有点 可以说你前女友的妈妈 是扯的我 他提他我 这一次我下一任 前女友的妈妈 好介�Fuc 特爱捷什么人 你说呢就是 conséqu unt 这是四川的一个特色吗